河南一个4岁的男童感染H3N8禽流感 是全球第一宗H3N8禽泉人的病例 国家卫健委公布患者来自河南转马电视 曾经接触过家里养的鸡 今个月5日出现发烧等症状 5日之后病情加重求医 国家疾控中心过去的星期日检测它的样本之后 确认对H3N8禽流感病毒呈阳性 专家初步评估认为 今次检出的病毒属禽原性 是一次嘔发的跨种属传播 未至于传染人 爆发大规模传播的风险低 而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异常 内地去年亦录得第一宗H10N3禽流感传人的病例 内地新增14,222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上海占最多个案 但确诊数字逐步下降 当地宣布局部开放社会免疫基本清零的区域 上海当日确诊数字进一步回落 星期二新增超过13000宗个案 大部分属无症状感染 另外再多48人死亡 平均年龄超过80岁 宣布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 当中一人曾经接种新冠疫苗 市委建委就说 近五日全上海累计西查超过5100万人次 验出阳性的比例逐步下降 会局部开放社会免疫基本清零区域 即是新的确诊和无症状感染个案 都是在隔离管控场所发现 当局形容防疫工作取得阶段成效 但形势仍然严峻 即日起至星期六 会同时使用核酸和抗原检测 两种方法分区细查 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就指示 下一步要聚焦重点区域 集中资源推进感染者转送隔离 并且提升消毒工作水平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美国将会在未来几星期 公布对华国家安全战略 另外美军再派导弹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 北京警告美方不要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 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公布对华战略细节 以应对中国崛起 他在会上强调美方决心确保台湾 拥有自卫所需的一切工具 将会重点支持台湾 加强不对称威胁能力 又说会和日本、台湾和荷兰合作 确保高端半导体技术不会落入北京 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说 今次的战略报告只是总结过往 布林肯针对中国的言论并没有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 美国第七舰队发声明说 白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心号通过台湾海峡 说是依照国际法的例行活动 以彰显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台北方面就证实 桑普心号由南向北返经台海 解放军东部战区就说 全程对美方舰艇跟监警戒 又强调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北京国台办要求 美方不要再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事 美军今年2月 也曾派另一艘白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讯号 洗经台海 母线电视记者林仲慧报道 北京新增34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5日内累计近百人染疫 朝阳区展开第二轮全区核询检测 由北京记者黄慧之报道 我们一早由朝阳区的公寓出发 到最近的建外街道售水社区检测站 出了公寓门口向右转 一直走到底就到达检测站 在步行的话就用了6分钟的时间 排队的人数好像有一个很长的长浪 我们现在就去排队了 到了人龙中段 工作人员要求我们素描北京健康宝 登记个人资料之后可以采样 刚刚就完成了先采样了 整个过程就大概用了35分钟的时间 北京首轮核酸检测 共采样了1981万人次 其中朝阳区重点区域 有三个样本呈阳性 其他区有九个 相关人士要接受核酸及抗原的组合式检测 和安排隔离等工作 星期二生增31宗确诊 和三宗无症状感染个案 主要在朝阳区和防山区 患者包括多名学生 两区共八个地方 分别列为高风险和中风险 当局又呼吁民众积极配合核酸西茶 为了方便上班族完成核酸采样 部分站点早上6点半开始检测 还在地铁口、写字楼等场所 搭建临时的检测站 针对外卖员等重点人群 提供优先的检测服务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黄慧之报道 北京新增34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五日之内累计近百人染疫 而朝阳区展开第二轮的全区核酸检测 由着北京记者黄慧之不 我们一早由朝阳区的公寓出发 到最近的建外街道寿水社区检测站 出了公寓门口向右转 一直走到底就到达检测站 步行的话就用了六分钟的时间 排队的人数都有一个很长的长龙 我们现在就去排队了 到了人龙中段 工作人员要求我们素描北京健康宝 登记个人资料之后可以采样 刚刚就完成了先采样了 整个过程就大概用了三十五分钟的时间 北京首轮核酸检测共采样了一千九百八十一万人次 其中朝阳区重点区域有三个样本呈阳性 其他区有九个 相关人士要接受核酸及抗原的组合式检测 和安排隔离等工作 当地星期二生增三十一宗确诊 和三宗无症状感染个案 主要在朝阳区和防山区 患者包括多名学生 两区一共八个地方分别列为高风险和中风险 当局又呼吁民众积极配合核酸西茶 为了方便上班族完成核酸采样 部分站点早上六点半开始检测 还在地铁口、写字楼等场所搭建临时的检测站 针对外卖员等重点人群提供优先的检测服务 畅评区有民众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之后 留在私家车内隔离 令到居住屋苑14小时内解封 变内地传媒称为中国好邻居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黄慧之报导 台湾新增8,822宗本地病例再创新高 另外多两个人死亡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 疫情升温检测需求亦大增 排不是这间医院的急诊室 深夜仍有民众来排队做核酸检测 有人说排了两个半钟仍然来等到 想自己做快速检测就可能碰上大缺货 多局宣布星期四起购买采用实名剂 民众依照身份证号码单商号 加入到健保指定药房购买快速检测剂 每人可以买五套 每套新台币100元支入大约港币27元 多局说将准备5000万套 至于新增8000多宗本土病例 新北、台北和桃园总共占了6500多宗 再多16个中度和重症患者 两人死亡 分别是70多岁和50多岁的男人 本身都患癌 今年至今累计4万多宗本土病例 台北市长欧文哲预计 三星期后将达50万宗 疫情指挥中心说不认同 疫情指挥中心又说 维持现行防疫措施到5月底 但台北市就说 如果医疗系统无法负荷 不排除软封城 无线电视主台湾记者欧国勤不道